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過去兩年曾經針對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有長期的監督 這就是所謂的地方政府的採處 那什麼叫做地方政府的採處紀錄呢 簡單的講就是各地方政府針對他們所轄內的環境的表現 尤其是很多違規的行為所開的罰單 那如何去把裡面的資訊做一個比較詳實的公布 那地方政府的採處紀錄在過去其實就很簡單 這是大概是違反的哪一條罰多少錢 那就沒有了 那這樣子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他其實沒有辦法了解這個污染行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那他的嚴重性多少 以及他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後來怎麼改善 在這個採處紀錄裡面完全看不到 所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兩年多前 就積極去推動希望公布們要把這個採處資訊的內容 要做比較詳實的登載跟公布 那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其實兩年前 環保署首先有正面的回應 那後來也召集了各地的環保局 那希望往採處紀錄公布的這個透明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這兩年來 地方政府在做很多環境的採處資訊的內容的透明度 我們想在今天跟各位做一個公布 那看哪些縣市表現得比較好 哪些縣市其實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從這邊可以看到就是高雄的採留紀錄是最多的 那他的透明度本身也是最差的 那在總共高雄的2500多筆的採留紀錄之中 那裡面有1300多筆 他是只填寫了違規的法規 那也就是說他填寫的方式 跟在環保署未要求要公開之前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區別 那接著我們按照比例來看的話 那透明度第二差的縣市呢 是在桃園的花蓮的部分 那花蓮的部分呢 由於他的採討紀錄比較少 那所以他在填寫不確實的部分 他的比例就會非常的高 那我們從兩年的資料對比也可以發現 他在2017年跟2018年呢 2018的採討紀錄不確實的程度 顯著的高於2017 也就是說他在這兩年的填寫狀況裡面呢 2018年是比2017還要再更退步的 那桃園的部分呢 也是在一個數量上 也是他的採討紀錄 採討的總比數 僅次於高雄 那他的填寫不加比率呢 也有高達300多筆 那也是在排行在次數的第二名 這樣子 那在填寫狀況呢 比較良好 相對良好的縣市呢 就是 除了在離島縣市以外 包括雲林縣 基隆市還有嘉義市 他都是一個填寫比較良好的縣市 那可以看到就是呢 在一個相對環境違規 比較容易被注意的 像雲林縣的那個狀況 他反而在填寫透明度上 是優於其他縣市 這是值得福利的地方 以高雄的情況來講 高雄的情況是最差的 高雄他大部分都怎麼寫呢 高雄他大概就是這樣 只有寫違反公共亂防治法 第20條第一項 並第一哪一條我們採除 這個跟原本我們推動前的 其實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高雄市政府 你在公開了之後 跟我們推動公開前 公開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原本也就只有公開你違反哪一條法令而已 那到現在你還是只有公開你違反哪一條法令 而且是超過半數以上的採除紀錄 都是這樣子填寫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是違反20條第一項的 這是雲林環保局他們填的狀況 他可以很清楚的讓我們看到 他是跟誰一起去做檢測 一起去做機查 哪一個設備元件 他的檢測值是多少 標準值是多少 甚至連內容物多少 他的形式是在怎樣的開口 他通通都寫出來了 就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讓我們可以看得清楚說 好六清的這一個排放超標 會發現污染物 他的超標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那再來另外一種情況 桃園他常常都是寫一個 未符合放流水標準 他連什麼法令都沒有寫 他就只有寫未符合放流水標準 那桃園他還有一種情況 我們認為他真的是非常便宜 其實他有非常非常多 都是這種很簡單的寫一個 衛衣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我們還是不知道什麼叫做 衛衣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那桃園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他連內容都不行 他就直接告訴你 我違反水路法 幾個環保財屬事項 就是違反空物法水路法 非侵法等等 他連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都不行了 他就很簡單的直接 你違反數 前陣子呢 在高雄林園工業區 才發生了信昌化工的大火事件 那信昌化工 我們看了他近兩年的採除紀錄 我們可以發現他有15筆的違規紀錄 那我們就會很好奇 他這個火災主要是因為他的 有化學物質叫易靈本的洩漏 那這麼多的違規紀錄裡面 我們就會想知道 他的這個洩漏到底是單一事件呢 單一事故 還是他長期就常常在環境管理上出了問題 所以他在這個洩漏上是一個很長期的系統性的出了問題 這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他所有的違規紀錄 這兩年他的財組紀錄 就通通還是只寫違反哪一條法列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得知 這一個問題呢 到底只是偶爾的 還是他長期就發生了問題 我們必須要很緊迫的去管理這個工廠 去監督這個工廠發生的事情 過去環保署他不公開這些違規的事實 他認為這些東西涉及商業機密或者是個資 可是對一般民眾來講 我們沒有想要去虧探這些商業機密 也沒有想要虧探個資 這是跟我們的健康安全 跟這個環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有沒有辦法進一步來要求 企業做改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強調 在高雄它是非常一個有指標性的地方 所有的財組紀錄 我們盤點了一下 有將近兩成的財組紀錄 這些違規事實 是發生在高雄市 可是高雄有超過一半的違規紀錄 都不好好填寫 而這個高雄的狀況 絕大部分是集中在石化區 石化區又常發生這樣的大火 附近居民的健康安全 是造成極大的危險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希望 這個高雄市政府 可以做好這個資訊的公開 讓一般民眾可以一起來參與監督 我們的後進西北污染被熱光污染的那個事件 當初高雄市政府一開始請求的金額是兩億 但是可能後來大家沒有去追蹤到高雄地院最後判阻的財法金額只有兩百萬 那為什麼政府部門訴求兩億最後只有兩百萬的財盤 其實原因也是在於我們政府部門一系列的雷伴的這些舉證的能力不足 然後導致於整個廠商他可以很輕易的去虧卸掉他原本應該要負的責任 就是在這些稽查人力在地稽查的時候他們都會受到相當的壓力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高雄市政府在稽查人力的這個勞動權益上面 能夠給他們足夠的保障 而不是讓他們到限定去拆罰的時候 在廠商的壓力底下他就會不敢如實的登陸他看到的事情 以中油六青他應該是一個全國指標性的污染源 但是中油六青既然都可以做到那麼公開透明的狀況 那為什麼高雄這邊其他的列油廠其他的中化工業 沒有辦法去比照六青的這樣的方式去登陸他們的財法的確實內容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就可以採取資訊的公開 我們有三點的顧慮 那第一個就是地方政府應該確實揭露財組資訊 落實環境資訊公開透明 那第二點是因為未來發生意外 可能都是以前的環境資訊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蛛絲馬跡 所以過去五年的資訊我們也希望各地方的現在政府 能夠再會整做詳細的公開去追蹤企業環境管理的狀況 那第三對於企業後來的改善行為的這個報告也必須公開 也就是說你之前做錯了什麼事造成什麼樣的污染 這個資訊是財組紀錄裡面必須詳細公開 那公開之後後來企業怎麼改善 那改善的方式改善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也必須公開 那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環境管理整套的配套機制